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所以只要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说就不一定是恒常的这样一个道理 我真的必须要先听对方的目前的状况 我们才能一起讨论出一个共同 就是认识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epistemology 就是认识论它是社会性的 这件事情是我父亲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透过对话的方式 就不断来挑战我觉得是真的的事情 然后直到我能够对于任何的议题 都可以从两面或者更多面 就是来进行讨论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 那我母亲呢 因为她是非常擅长这个文字工作 她自己所感受到任何东西 可以一瞬之间就化为文字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让大家都有所理解 也就是说不是说好像个案实 就是我自己就是有一个碰到的事情 有一个情绪有什么之类 而且它可以马上这个退止结论 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大家看了之后 心有所感 好像也自己学到了一些这个事情 那这个叫做mentalization 就是心智化的一个能力 就是在脑里面把难以言语的这些感受 可能在几秒之内就转换成语言跟文字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私人的 而这个部分有公共性 所以她又告诉我说 因为这个公共性跟这个私人的边界是自己设定的 你一旦想清楚把它分享出去之后 对整个社会就有个帮助 那我觉得这个的影响 我相当深远的这样子一个影响 那有十万朋友们问说 要如何自学英语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就是阿迪他们比较适合他的一个问题 我不是英语教学专业 那我自己学英语的方式 是一个叫做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的一个直牌游戏 现在好像还有人在的在打 它是就是最早的一个机会是直牌游戏 那这个直牌游戏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我当时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可能是四五岁的时候 他还没有中文翻译 所以我如果要组一个套牌的话 我就是要用英文 就是我要想办法学会 那但因为他里面的每一张牌都有附图 而且有附他的实际的用法 我以为斯坦说意义极用法 那所以说我就每一个英文字 在我脑里面都对应到 他在游戏里面的一个不同的机制 而又因为说他不断地要出新的牌 因为他的人家生意就是 把一个差不多类似的事情 不断换新的名字出 所以我的英文的词汇量 就每三个月他们只要出一个系列 我的英文的词汇量就多一些 它一个非常简单的 counter spell 就是反极咒语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它就可以去换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 所以我最一开始的英文单字 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字 什么annulation dissipate abayance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GRE等级的单字 那个变成是我的native vocabulary 因为我如果不学这些 我没有办法换那个直牌游戏 所以就是我想寓教娱乐 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我学会了这些词汇之后 我就可以参与一个全世界 在网络上来聊天室 一起讨论怎么组套牌 怎么打套牌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社群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才有动力去学习嘛 如果不是这些字 对我有意义 对游戏有意义 对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 能有意义的话 那我也不会有那个动力去 就是一路就是到这个 日本去比赛 什么亚太啊 拿了千八强 去西亚图打世界杯啊 什么之类之类啊 所以就是说后来 它又变成一个电子游戏嘛 它有电子版 所以我又变成电竞拳手 那但是这个都算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那所以就是说 找到一个自己很有兴趣 而且有社会性的 这样子一个游戏 在游戏里面学习 对我来讲是最有效的 那当然就是 对大家不一定都是这样子 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过去 谢谢大家